韩丽三个人经过前面的战斗啊 配合起来已经有了几分默契 这青甲巨人身形不稳 却丝毫不慌 双臂一翻 双掌朝着重水侦轮和黄色大印就抓去了 两只手掌清光大放 无数青色符纹狂涌而出 幻化成了一层层青色的波纹 足有十几层 和黄色大印和重水侦轮撞在了一起 咔咔咔 一连数次的脆响啊 黄色大印连续破了数层青色的波纹 只是这青色波纹也不知道是何种神通 显然极为的坚固 每破一层大印下落的速度便减缓了几分 终于在连破了八层波纹之后 黄色大印耗尽了威能停了下来 被呼啸而至的一只青色巨长一把抓在手里 临时期脸色一变 与此同时 另一侧含力操控的重水侦轮也和青色的波纹撞在一起 一连串烈泊声响起 十几层坚固无比的青色波纹 在重水侦轮的面前仿佛纸糊的一般被轻易地撕裂 侦轮速度丝毫不减呼啸斩下 青色巨人似乎有些诡异 巨长一转 顿时化掌为拳 表面青色的纹路一闪 碎裂的青色波纹尽数长径吸水般飞射而回 使得青色拳头瞬间变得凝湿几分 接着狠狠地一拳倒出 含力大吼一声 面色陡然变得血红 手中车轮般地掐绝 重水侦轮上的水质稻纹猛然一亮 运转到极致 水光一闪 一排雪亮无比的水刃 在侦轮的边缘浮现而出 急速地旋转 发出可怖的呜呜锐响 斩在了青色巨拳上 红的一声巨响 这青光巨拳 由于此前并未完全恢复 此刻竟被一下劈成了两半 重水侦轮急速地旋转 沿着巨人的手臂一路切割下去 看着势头啊 似乎想将其一下切成两半 轻甲巨人脸色斗变 似乎没有预料到 重水侦轮的威力 竟然能达到此种程度 大口一张 一道纤细的刺目青丝飞射而出 惶惶不可直视 强烈的法则波动 从中散发而出 迅疾无比地缠绕在了 重水侦轮之上 无声无息 重水侦轮却顿时停住 表面的水光利刃 竟在这一道青丝的触及下 纷纷碎裂开来 青丝巨人趁机脚下一动啊 巨大身形就要朝着后方倒飞而出 但就在这时候 韩力手中的法掘陡然一变 重水侦轮表面浮现出一枚枚黑色的符纹 与那道青丝交织缠绕下 同时溃散而灭 接着 针轮闪电般的紧随而上 一转一切 一阵金属碰撞般的巨像下 在巨人逃离之前 硬生生将其一条手臂 其间斩了下来 轩辑继续疯狂地飞旋下 将之切得寸寸碎裂 化为一团团青色的光芒 青甲巨人身形在远处站定 朝着断臂处看了一眼 眉头微皱 倒也有些实力 现前倒是小瞧了你们了 这巨人深深地望了一眼韩力 眼中虽然仍有怒火翻滚 却冷静了不少 他断臂处浮现出一层青色的光芒 被韩力斩断的手臂 所化的青光立刻化作一束青色的红流 飞射而去 纷纷没入其断臂处 青色光芒一阵缠绕闪动之后 那条断臂再次长了出来 只是上边的青色纹路 比之前要暗淡了几分 韩力眼见此景啊 挥手召回了重水真轮 面色苍白一片 一副元气大号的样子 翻手取出一块仙缘石 补充仙灵力 催动重水真轮 虽然大号仙灵之力 不过呢 也没有到这种程度 只不过是他在林九二人面前 可不敢表现得过于轻松啊 他是表演的 装的 林九看到韩力此刻的模样 心中一松 那黑色轮子威力之强 实是让人有些心惊啊 不过 看他的样子 显然催动起来大号元气 倒也让人放心了几分 林十七倒是没注意 韩力的情况 手中连连掐绝 想要召回 仍被那青甲巨人 另一只手掌 死死抓住的 大黄色的大印 但是 任凭这黄色大印表面光芒狂闪 如何的挣扎 却始终无法挣脱出分号了 林九看向青甲巨人 定了定神之后 开口说道 不知阳下是北韩仙公哪位金仙前辈 我等今日来只是为了执行任务 并无和北韩仙公作对之意 这其中莫非有什么误会 方才这一连串的交手 林九已经看出来了 对方虽然是金仙化身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金仙实力 打最多相当于一个针线的巅峰 否则哪有他们三人的活路啊 这青甲巨人丝毫没有回答的意思 张口喷出一团青光 其中无数青色符纹跳出 没入手中黄色的大印里 那黄色大印表面光芒狂闪 转眼间被一层淡淡的青光覆盖 一圈圈的青色光芒散发开来 比之前明亮了数倍 林十七脸色一变 大印内的印记一下被抹去 和他的心神联系顿时消失 那件宝物已经不属于他的了 这大印法宝啊 是这林十七的一件贴身重宝 那几乎就相当于本命法宝 此刻一下被夺 那跟砍掉他一条胳膊似的 混蛋 林十七打怒 虎身飞扑而去 林九想要喝止他 却已然来不及了 哎 林十七单手一挥 五个黄色的圆珠飞射而出 光芒大放之下 化作五座百丈大小的黄色土风 这五座山峰滴溜溜的一转 融为一体 化作一座千丈飓风 绽放出万道的黄芒 身体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黄色符纹啊 轰隆一声 一股沉重无比的法则波动 从飓风上散发开来 方圆千里的一切事物陡然沉重了百倍 韩丽在一边一看心惊啊 是重力法则 韩丽的身体也是一尘 不过这点重力自然不在话下 他身上轻光一阵流转 立刻就恢复过来了 千丈飓风散发出的光芒在此一胜 狠狠地朝着青甲巨人砸下 一股近似毁灭一切的恐怖气息 一卷而出 韩丽和林九互相看了一眼 也同时飞扑出去 两个人和刚才一样分散开来 一左一右把这青甲巨人呢 夹在档中间 重水真伦和金色墨盘光芒大放 从左右两侧朝着青甲巨人轰击而出 既然对方没有留下回旋的余地 那唯有一拼了 面对着韩丽三人同时发难 这青甲巨人面色丝毫不变 他口中颂念咒语 手臂猛的一挥 手中的青光大印脱手而出 一闪之下账大近百倍 朝着轰然落下的千丈飓风迎去了 这时候就听到 一声巨响 高空中青光大印猛地摇晃了一下 网线略微一沉 然后就停了下来 抵住了千丈飓风的下落 与此同时呢 青甲巨人两只手交握胸前 结成一个奇怪的手印 他的身体上 骤然冒出恍如实质的冲天清光 里面有无数青色符纹翻滚 呼啦一声朝着外围扩散而去 转眼间呢就形成了一片 方圆千丈的绿色光海 把自身严严实实地护在其中 这时候就看着 两声中水真轮和金色墨盘石一索一又轰然而至 展入了绿色光海之中 绿色光海剧烈地翻滚 那清光闪烁之间 一道道青色波纹以巨人为中心浮现出来 朝四面八方一圈圈荡漾开来 层层叠叠之间 赫然有余百层 重水真轮急速地旋转 斩在了青色波纹上 在一阵痴痴声中 眨眼间破开了五六十层 旋即停了下来 无法寸进分毫的样子 另一边的金色墨盘比重水真轮充实更猛 一连破开七八十层的青色波纹 随之也停了下来 距离青甲巨人 尚有两三百丈距离的样子 就在这时候啊 四周的青色波纹纷纷以真轮和墨盘 两件宝物为中心 一圈圈地飞旋狂涌而至 远远望去 就如同在光海中的两个 硕大的漩涡似的 那些青色波纹层层叠叠地盘绕 转眼间 两件宝物便被两个巨大的青色光球包裹 顿时动弹不得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造谈猎人发现不妙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收回了 几乎下意识地猛地一摧法掘 重水真轮和金色墨盘同时光芒大放 一道道黑色水光和耀眼的金光 朝着周围轰击而去 试图挣脱而出 然而青色光球坚固无比 虽然连连颤动不已 但随着周围青色波纹继续涌来 却没有丝毫破碎的痕迹